大家好 这里是火星的花园 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绣球花后 第一次修剪的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 因为最近有好的花油 就是因为修剪的太晚了 然后这个绣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首先第一次花开败了之后的修剪 我们尽量最晚最晚控制在6月20号之前 因为可以看一下像这后面的这些 然后这一颗它们就是在5月底 然后6月初的时候修剪的 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剪完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温度在三十四五度 就是它还是能够生长的 你看它现在已经长得很大了 之前也剪的比较狠 然后之前视频里面不是说可以剪三次吗 三次就是说5月底6月初一次 然后像7月份现在这个时候 它已经长这么高了 你掐尖的话它下面叶子是很多的 就是夏天接下来温度40度 很长一段时间三幅天 它因为叶子比较多 所以突然干湿循环比较快 它不会出现问题 然后我们到8月底的时候 还可以再做一次修剪 但是我们如果要是剪的比较晚 就像6月20号之后 或者就是7月初我们再修剪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片 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雅典 刚发出来的一点点就僵在那里 完全不长了 是因为你剪的太晚了之后 接下来一段时间温度会非常高 像我们这边那段时间就是37、8度 然后最近都已经达到了40度 而且今年是没有下雨的 所以说温度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还在这个大棚里面 大概一直都是40多度 温度太高了之后呢 所以就会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 它本身啊 进入休眠状态之后 它就是不生长的 如果我们大家像水肥呀 光照呀 还有一些换盆之类的 大家没有掌握好的话 它非常容易出现挂掉的这个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一直僵在这里不长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剪的太晚了 然后如果是你第一次修剪 没有在6月20号之前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呢 它的花出现了腐烂 或者就是说它花慢慢的变成绿色之后 你不想欣赏了 不想看了 想给它修剪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怎么修剪呢 就是尽量的只把它的花给它剪掉 因为你只把它的花剪掉的话 就相当于它还是原来那样子 一个比较大的蜘蛛 它叶片还是非常多的 然后即便接下来的三福天里面 温度比较高 它的叶片是足够多的 所以说它的土壤里面 水分蒸发循环是比较快的 就不会出现你说浇水浇肥 这种闷根 然后肥害的现象 因为它有足够多的叶片去吸收 去利用 然后去把这个水分蒸发掉 就是一定要清剪 只把它的残花给它修剪掉 千万不要中剪了 然后像这些 这些是剪的稍微轻一点的 然后旁边的这一颗可以看一下 就剪的时候没有留一个叶片 它现在基本上已经要挂掉了 因为它的根已经全部闷烂掉了 所以说大家在剪的时候 一定要多留叶子 就是温度太高了之后 今年的三福天是很长的 大概是40天 就是大家在剪完之后 如果你剪的晚了 剪完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剪的太晚 还有一个就是像你现在这个时候清剪了之后 因为这一段时间温度高 它进入休眠的状态 所以我们大概率只浇水就行了 不要去给它浇肥 因为休眠几乎是不太需要肥的 然后我们偶尔的去给它湿一点薄肥就行 然后我们可以等到8月中旬 或者到8月底的时候 去给它进行一次修剪 这个时候的修剪我们就可以中剪了 因为接下来的9月份10月份 然后温度也就慢慢的降下来了 那个时候它的生长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一次 基本上可以就是中剪吧 把它调整到自己想要的一个株形状态 然后像现在这种情况 大家容易出现它挂掉的原因 其实就是水方面 就是水不要浇得太多了 一定要是那种差不多干透了的状态再去浇 因为叶子少没有叶子 没有办法去快速的蒸腾掉土壤里面的水分 你浇多了就闷根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去浇肥 同样的就是没有叶子没有地方吸收 你浇肥了之后非常容易肥害 还有就是环视肥也不要试 因为环视肥的话就是温度高释放的越多 这个时候你修剪了放环视肥 简直就是要它命 然后还有就是光照 就是像温度太高的时候 这个光照你修剪的又比较狠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背阴的地方 背阴通风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相对于其他地方是凉快一些的 这样子也有利于他的肚下 还有一个就是说换盆 然后很多话有发现它就是不生长了 不长了 要么就是发现它感觉它闷根了 把它拿出来之后发现它闷根了 就专一时间给它换到另外一个盆里 因为闷根了之后 最主要最好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换盆 换一个更疏松透气的土壤 让它去重新生长 但是像这个天气啊 它本身都闷根了 然后你再去给它换盆 温度高它休眠本身就不长 你再去给它换盆 那整个就彻底没救了 所以说也不要去发现它不长了 然后有没有一点点生长的迹象了 就去给它换盆 然后还有就是发现它现在不长了 就是说可能说肥给的不够 然后就咔咔给肥 其实也是错误的 就是因为温度它高了 它不长 不是因为缺肥了 也不要去一直给肥一直给肥 这样子也是一个错误 好了那今天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这期视频有用 就点赞关注转发吧 如果有其他关于氧化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 我看到的话都会回报道 拜拜